我今天在豆瓣上看到这么一个帖子说求帮忙 父母当我面说家里六套房子都要留给弟弟 还有未来的弟媳妇 但是呢养老要我负责 我该怎么办呢 帖子这么说的 本来之前啊因为重男轻女的缘故就已经关系不好了 今天呢我爸妈当我面说呀 我结婚家里最多出十万 让我找个有钱的男人 去吃去喝去用别人家的钱 我们家呢条件其实是很不错的 家里有六套商品房 虽然呢在小地方那家在一起也有上千万的资产了 但是呢我呢一分都没有 然后呢爸妈还今天说呢 他们从小到大对我比较好 所以呢这个连我弟弟都觉得啊 我爸妈比较偏心我 结果呢财产的全部留给我弟弟啊 我一分都没有 然后他们今天还说呢 啊 儿子女儿都一样都要给父母养老 哈哈 我爸还补了一句 不知道以后的这个儿媳妇凶不凶 啊 我弟弟还在相亲啊 如果呢这个儿媳要不好说话的话 啊 这个会不会不乐意给我们养老啊 啊 那么所以呢这个就让这个就指着我说那你得给父母养老啊 你上班的钱还要给我们的用的这是你的义务 我当时真的心寒 从小到大呢这个他们嘴上说爱我更多啊 连我弟弟也跟着这么说 我跟我弟关系也不好 我以前刚上班那会啊 他说自己要买车啊 在家里又吵人闹 其实呢我爸妈是有钱的 结果骗我说没钱啊 让我把一年的工资六万多 全部拿出来补替我弟买车 我那时候傻乎乎的 真以为家里困难 现在我知道了 原来家里有钱 而且不少 但是父母都瞒着我 怕我惦记财产 全家只有我不知道 结果我弟啊 游回在我面前炫耀说漏嘴了 说家里有六套房 将来都是他的 现在真的没亲情可言了 家里啊 都一付财产是我弟的 但是养老呢 我必须要管了 我该怎么办啊 帮帮我 算我不孝顺吧 我不想养老 我弟这个人呢 非常自私啊 属于你有一千一百 你给他的一千 他还嫌 你另外一百 不给他的那种人 然后我妈还说呢 以后呢 要让我找到这个 有钱的老公 别忘了娘家 我好恨 我不想当驴 我不愿意 一辈子都被吃 他们有拿我当亲人吗 一个都想吃我 网友呢 就给他出主意了 说呢 钱在哪 爱在哪 千万资产 只给你十万的嫁装 还让你养老 可怜你还存有幻想啊 你就早点跑吧 就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真的是 这有这么垃圾畜生的父母吗 除了跑 如果在家里这么这么待下去 真的要杀人了吧 真的有这样的垃圾父母